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阴影处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将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 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咱们今天探讨一下活影忍者的博人专案中 还有谁能担任下一任的影呢 现在无影中除了崴罗和名人以外 实在都胎菜了 那么下一任的继承人会不会有点起色呢 目前看来豪哥觉得没啥希望 第一个是雷影的继承人 齐拉比已经过了巅峰年龄了 所以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下一个爱了 所以这个重担一定会落在新生代里面 豪哥目前发现最有可能的 就是在中人考试中 是用泡泡糖认输那个人了 而且他的胸前一直挂着八尾的头像吊坠 他的目标一定就是齐拉比了 并且他很有可能就是齐拉比的儿子 十六八九以后是雷影嘛 第二个是蜂影 大家都知道 崴罗收了一个异字 名字叫做新西 他拥有三代蜂影的血迹献戒磁盾 并且还能使用崴罗的大部分忍数 还操控着一个骷髅样式的傀儡 这个忍者身上会的忍数很多 有三代蜂影武艾罗和勘九郎的忍数 并且他因为有着过于强大的力量 所以会伤害到其他人 这个经历简直就是武艾罗的翻版嘛 所以他就是官方内定的下一任蜂影了 而且实力肯定会超越武艾罗的 接下来是水影和土影 水影现在的长石郎实力就比较弱了 而现在的雾影村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就是神乐了 他不仅在接受成为水影的培养 而且还是三代水影的孙子 作为官三代的他 那他就是下一任水影了 至于土影 豪哥认为没有人能成为下一任土影 因为他们的存在感实在是太低太低了 不仅登场少 而且实力还非常的弱 所以下一任的人选是空的 至于重头戚是火影 豪哥一直在想 左良娜和博人谁会成为下一任火影呢 这两个人实力都不弱 而且都很有背景 当然豪哥觉得左良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现在就是个精英 以后的实力一定不会弱了 而且现在的火影都已经是名人了 所以官方一定会照顾一下左助的粉丝 让左良娜来当下一任火影 而博人可能会继承自己的师父 左助的思想暗中帮助左良娜哟 好了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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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